这是小不辣椒的上床位 这个牌子还写着 小不露和冬豪冲锅 这么快又上菜了 这边上菜真是快 这个是心汤虾饺锅 有四粒的 再来看看这里寄的地方 是否有花其心 上次老婆教过我 因为如果你进去之后 它是会很难的 顺便弄到那些灯很漂亮 一路转一路转 不过很大幅 现在变成终于装修了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国庆节假期 第1日 10月1日 11日这么好的日子 当然想着跟女儿 去吃些好东西 跟女儿吃什么好东西 当然吃烧烤 不过刚才 我准备坐地铁的时候 又发现一个很精彩的事情 就是 不知为什么我又和马了 我现在 老实说 其实我真的很生气 我早星期四 早上我才自费去验过 我真是不知为什么 不过 根据我是一个很有咸样的人 在频道里面 我说废话少说 现在 连老婆都变成了王马 她是活该死 七天不去验 活该死 什么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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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太明白 不过不要说那么多了 因为 今天我答应了大家 今晚我要去做一场直播 直播还好一点的 因为那里是户外 而且她不用查王马 至于她的烧烤 无限期各自 等我们变回 绿马再说 是吧 王马又 是呀 应该按我们 这么有经验 王马的经验 应该就 等一会就没事了 明天是可以正常出行的 不过我们又要 都找地方去验了 拜托她 拜托附近多点点开住 我们就愿意配合 为什么我没有配合 就是因为 她的点 很早收工 五点几钟就收工了 有些 说了开就不开 免得说那么多了 点到即止 我们现在先去验王马 验王马 着我 这三更诱饬 就算不askan 吃饭 我们经免了 终于有半门 哎 妈妈 妈 everybody 这是 臣ark 汉 효 好,搞定了,哎,真是 接着又到老婆 另外又有一个美女在排队 真是惨啊 刚才的表情就像她那样了 上五点一次,下五点一次才会发温 我们没办法去吃烧烤了 只能来吃KFC 由于我们没办法进入 刚才我上网订了餐 女儿就进去拿餐,回家吃KFC KFC是回家吃的 没理由要套餐有汽水 刚才我们买汽水的时候 我们买了冰淇淋吃的 只是我没有手拿 所以没有拍给大家看 我吃了一条飞鱼雪条 这个在你们家里 就肯定是没有这些饭的了 炸鸡、架、虫草、花、鸡、黄粥、老北京鸡 我想应该除了这个之外 这个 这个应该是有的 这个未必有 这个都可能有 其他就是我应该敢说肯定没有的了 什么鸡、黄粥、炸鸡 还有薯条 还有薯条 薯条也肯定是有的 肯德基这里还有一个 鱼粮的食物领取站 就放在这里 有些有需要的人士 就可以过来这里 拿一份回去吃 18岁以上成年人拿取 至于我女儿 今次就能帮忙了 拿了一份鸡 我们回家慢慢吃了 Hello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 昨天 我们去验过黄马之后 当然变回鹿马 就没事了 现在我们又来到应援路吃饭了 为什么呢? 话说前几天 上一集影片的时候 我们就来拍摄应援路 刚刚经过那个 应该叫小北路市场吧 看到原来小北酒家 那里是有茶喝的 而且价钱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我们这些肯定有便宜的美食 肯定要去试一下 现在就跟老婆去喝早茶 因为是长假期的第二天 我们喝完茶应该会轻轻走北京路的 带个老婆走 假期下北京路 对不对? 走完北京路了 接着应该会去北京南方向 去市场买些海鲜 买些水产 今晚回家吃 刚刚我们走过这里 想着又玩玩猫 卖锁的店铺 老板今天说他休息了 猫咪也要过国庆假期 是猫咪也要放假的 就在这里了 我们都不理什么了 10点半落单 11点结来 应该是没有茶匙 我们又找到位了 上到来 我们未读餐牌 原来10点半之前落单 就享受13.8任选一款点心 我们刚才已经快点落单了 现在还有1分钟就够 10点30分 部长也很聪明 帮了手 至于我们先弄好茶杯 洗好茶 然后再和大家慢慢读餐牌 我们很幸好 一上到来 就找到这个位置 窗口位 又可以拉开窗帘 然后这里 就是小不纳交的上厨位 还有一个牌子 还写着小不路 和冬豪充高价 再来看看餐厅的环境 其实挺好的 新装修 有这样的价钱 这个环境真的算是中上的 当然 我们现在只是看价钱 只是未知食物质素 但亦相信 其实不会太差得太离谱 而且 它除了13.8均一家点心之外 都还有很多宣称 至于我们 当然是选择平时 可能要18.22才能吃到的点心 好 又来到眼花摇念 独餐牌时间 我们这个茶位 应该是功夫茶 应该是五元 不止 应该不止 暂时未知 是有功夫茶 不过 就算是最贵 都是八元 应该是八元 小北酒家 1994老字号 1994老字号 再来 看看我们点了些什么食物 10点28分 下单 部长姐姐很爽手 做事 点了蝦餃王 珍珠鸡 牛肉球 太妃奶香膏 全部不是特点 就是超点 再谈谈特价时段 7点到11点前 埋单 即是我们要在11点前 就完成了 又或者 你可以先给单单 埋了 剩下 还未吃完 可以慢慢吃 慢慢咬 还有下午茶时段 2点到4点 这个时段 就有八折优惠 再看看我们点了些什么食物 其他点心价钱 例如 品点 刚才我们的蝦餃王 还要是心汤蝦餃王 28元原价 我打个八折 都不便宜 3、8都24 都22、3元 再来 糯米鸡 超点 特点 精点 起码超点 都21 特点都19 刚才我们 好像去吃快餐店 下了4款点心 应该蝦餃是吃得大的 至于糯米鸡吃不完 可以打包 再来 看看有没有其他好食物 蝦餃王 还有小北蝦餃王 我们刚才 没有想过 选择上边这个 心汤蝦餃 凤爪就不吃了 外边有些地方做得很特价 珍珠鸡是值得吃的 吃不完打包 也可以 金银酸精 刚才有想过 最终没有选择它 鲜虾干精王 我早知刚才要 不要紧 牛肉球 太急了 还有 沧州南尚卷 很少茶楼 会做的 很少做 很少做 刚才 老婆还看到叉烧包 很漂亮 但她看见叉烧包 就说 想起另一款 以前时常吃的 叫生肉包 很少做 喝茶很少做 做都已经不同 已经不同 以前那种味道 以前那些肉 不像一种肉球 而是比较 临身 是有葱味的 别说茶楼 就算在外边买 很久都吃不到 再来 刚才有想过 清味栗子饺 这些是不常见的点心 没有选择 旁边还有鳳爪 牛肚汤米线 都有 太急了 已经错过了几样东西 下次可以再来 真是的 真是的 关注睡觉 关注睡觉 甚至乎 港式云吞面 也有 你看 十三个多 豉油黄炒面 也是十三个多 腹皮卷也是十三个多 金汤小笼包 也是十三个多 再回来 这边 榴莲酥 叉烧酥 招牌菠萝 荷蜜包 这么过瘾 又会 唉 好了 我们读到这里 很多都看不到 只能下次再来 对 两点到四点 我们两钟钟来 就可以了 两钟钟来 对 对 等上菜 哇 刘華这么快又上菜 这边上菜真是快 这个是心汤蝦丝 有四粒 再来看看这个地方 是否有花奇心 第二 未打开的糯米鸡 两只 刚刚好 一人一只 挺好 最后 还有这个 这个甜点 就是泰菲奶香糕 泰菲的意思 翻译英文 可能叫拖匪糖 拖匪 但看上去又不太像 不知道会否是硬的呢 是软的 可能只是名字 好 我又从这个新鲜热辣的 心汤 叉热辣 哇 热到 好热 刚刚煮上来的 就是这个 是否应该先喝一口汤 热辣 好浓郁 正 一早起床 喝一口清湯 用汤浸着的虾饺 特别好吃 不行 这个碗太热了 哇 先试一下虾饺 用汤浸着的虾饺 特别好 看见里面应该有放芹菜 就是这个状态 看上去 那些虾是那种 拆虾 即是那种大虾 剝了之后 就拆开了那种 但是 就不像小虾 小虾 没有那么浓 虾味 这些 就大牙很多 大些 哇 不要让它停 再吃完这个 这个不能够包 这个女孩 这么小 喝这么多心汤 是不好的 刚才我吃过 有经验 先把这个放在这里 把这个碗 喝一口汤 其实应该将这个心汤 倒入这个碗 这样浸着 慢慢吃 这个 嗯 它应该是煮了一些 鸡汤 鸡汤 它会淋在后面 不是 你再切些花鸡汤 我继续 蒸 一起 和虾搅在一起 它给虾仁就是这种 我刚才说 是大虾 不过是拆扣的 肯定不是鲜虾 有得这么大的虾 不过都还可以爽口 还可以爽口 还可以爽口 而且来买单的部长姐姐 已经很聪慕 但这个钱一定要上齐 上齐了 之后 它就会过来收钱 我们可以慢慢在这里 再吃10分 其实都可以的 牛肉丸 牛肉丸 又送上来 中间还放了一个 车来扯 我想吃糯米鸡 早几天我吃不到糯米鸡 已经心动动了 整只泥 哇 它这种不叫珍珠鸡 是大一种的 吃糯米鸡 它外边有包些层子 那些水蒸气便不能进去 上次老婆教过我 如果你进去之后 它是会很难的 因为可能我们来得晚 也有少量 但如果不包外这些水蒸气 它会比较习惯 糯米鸡 在海外应该很少这种食物 香港应该都有 但通常都是珍珠鸡 只会比较小 嗯 好味 完全全是那种荷叶的香味 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糯米鸡 这些鸡 又够饱肚 对吧 看看里面的馅 13元 你不要斜头那么多 就算没有 其实也是很正常 两大只 有一只鸡 是有一只鸡 而且还是我最爱的 没有骨 那种 大家觉得糯米鸡 里面的鸡 应该有骨 其实有两种说法 因为你包住 有时候你这样拿着鸡 骨 其实不是太好的 但如果说到 真的很正宗 应该是有骨 尤其是这部分 有少許酱汁 有少許糯米 裡面還有一些冬菇 有些雲耳 如果再乾身一點就更舒服 不過如果太乾身有時候 又會太硬 糯米太硬很難吃 在還吃糯米雞的時候 先嘗嘗牛肉喉 下面是有少量的 不過不多 老實說有的 好實正 好熱 實不實正我感覺不到 好熱 剛才試過一口 熱是第一個感覺 第二個感覺裡面的芫荽 好濃好濃味 說明什麼呢 一來夠多 二來夠新鮮 老實說這樣看上去真的不算好多 再次證明什麼 芫荽用得新鮮 挺好 應該都是自己的臉 在廚房 對 否則那些芫荽 沒有那麼鮮 要點貴 對 一定要點貴 因為差不多到11點了 我先去埋單 10點28分來的單 10點54分來埋單 現在還有少量未吃完 慢慢吃 最後收了我71元2毫 每款點心都是13.8 抵食 而且很好吃 還有這裡環境是很好 它會把可以吃天仔和不可以吃天仔 分開了 這一點是非常非常好 今天是什麼日子 今天是國慶節假期 很多老茶客 其實未必今天會一早過來喝茶 可能陪孫去喝茶 剛才我們經過附近一間很出名的茶樓 沒有特價 還要加1 加1還是15 我都不記得了 這裏的性價比非常高 那些服務員 收銀姐姐 很nice 繼續吃 通常節假日都沒有特價 沒有特價 今天一樣有特價 還是少有 哇 差點忘記了這個高 真的太心急了 上面應該是一些奶粉 像是奶粉 像是奶粉 握上手 還是熱的 真的第一次吃過 那我看看裡面是什麼餡 這邊咬過 不讓大家看看 再看看這邊 這邊 雖然是軟和暖 但是吃起來真的好像拖肥糖 因為中間還有甲心 外面包含了一些糯米 我看上去 好像年糕 質感 外面就是奶粉 非常非常好 真的好像拖肥糖 剛剛11點 剛才我們埋單 看了那張單 上面寫著 小北魚翅海鮮酒家 我的記憶是 因為我大概是 19192年的時候 搬來這裏 當時上學 每天都要經過這條小不納膠 我記得那時候真的開張 只不過到現在當然改了名 不如次 1994年 老字號 裝修過的 站立了很多 不過裏面的隔壁 樓梯仍然是以前的樣子 接下來我們應該會經過越華路 帶老婆去北京路走 無論如何都應接 今天是國慶節假期 我有看社交媒體 那些人 國慶節假期 最不應該做哪件事 大家知道嗎 就是 上高速公路去旅行 全部在上面塞 有一個我看到微博上面說 在深圳出發 好像說去湖南 塞了九個小時 還在廣州 其實它可以轉過來廣州玩 沒有必要去湖南 還要幾個小時 如果再聰明一點 駕駛電動車 要充電那種 走高速 在深圳去湖南 等叫拖車便可以了 都不用走 所以我們這兩天 是不會開車外面的 連藍沙都不考慮 遲一點點 等到後來那幾天 應該是會的 又或者藍沙會好些 因為藍沙 你沒有人再往南 可能會去中山都行 到時再說 我們先在市區裡玩 無論我們準備上人行天橋 來到這個位置 應該是Double Tree 喜來登酒店 希爾頓酒店 看見門口 還有一棵羅漢蟲 沒錯 就是這裡 雙樹希爾頓酒店 這個酒店 應該是離開環市路 在這個地方 附近其中一間比較好的酒店 由於適逢假期 所以酒店房間也比較貴 好像這個最便宜的房間 38平方米 都還可以大 其實有窗 746元一晚 至於過了假期之後 去到限日 變成688元 那就易俗正常 而且到國慶節假期 後面那幾天 價錢也會再低一點 我們應該是後面那幾天 可能會開車出去玩 因為有些不是連續休兩天的人 他們已經要上班 真的 剛好經過附近樓架 左上角 中山四路電梯 四十平方米 一百六十八萬 即是四萬多 廣人路 二百五十八萬 四萬三元一平方 五百五十萬 這個財廳大院 財廳大院 財廳大院 都可以買的嗎 九百五 傻的 豪賢園 即是豪賢園 五十九還是五十二 五十九平方八 我猜 二百五十萬 有電梯 跟其他 我們曾經去過的 那些舊區都差不多 三字頭 你別想了 四字頭 大多數都是 但都是那句 細面積不太大 二入手 兩百 有爪 都能上得到車 進來小冬延 剛好又見到嚴慕孫 我們就很聰明 再驗一次 之後再帶大家 走小冬延 其實我也曾經進來 但想不到 都有這麼多東西看 比如面前這個 這個重新翻新過的 民國小洋房 三層建築 有人住的 挺別致的 外場重新翻新過 是紅色的 變成暗紅色這種 有洋桌 至於把鏡頭轉過來這邊 就是排隊 在這裏 原來就是 三二九起義的 一個指揮部 三二九就是 推翻滿清政府的 一個起義 但是全部遮住了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和大家慢慢細膽 在這裏 亦會有兩個銅像 擺在這裏 我們就在這裏 走進去 應該就是這個位置 我們走到裏面 就是裏面 裏面有清真寺 不過不能進去 這個清真寺 是基於明代 及後 到清朝 嘉慶年間 成為五大伊斯蘭教的聖地 在廣州五大伊斯蘭教的聖地 但推翻滿清政府的其中一個起義 在這裏作為一個指揮部 面前就是清真寺 五百多年的 不過肯定是不能進去的 就是這個位置 看見它上面 還有那些彎彎曲曲的文字 小東營清真寺 就是這樣 裏面確實真的不是很大 但是它創立得非常早 你說和光塔子比起身 確實無論從年份 到建築的大小 也是 經過越華路 我每次經過 都會有一個疑問 究竟它是怎樣關門的呢 我猜一下 我猜一下 它應該每天往後移動 移動少許 這輛車是肯定還能開到的 因為燈仍然在亮 不過燈可能會用內部發電 這輛車好像放在這裏 很多很多很多年 是的 終於回到廣仁路了 這個餐廳沒有了 吃甚麼的 我都不記得了 茶餐廳嗎 不記得了 做了很久 建議難做 我們繼續在這裏走 穿過廣衛路去大馬斬 入北京路 一路往南走 往天治碼頭的方向 我們應該是這樣計劃的 回來廣仁路 最有名的當然是廣仁大廈 我記得左邊這裏 以前有很多工具書 賣的 不知現在 現在沒有了 變了這幾家賣這些 我前面還有幾檔 去前面看看 看看還有沒有工具書 還有一個周籍的茶餐廳 好像也是做了很多年 今天天氣真的很奇怪 有熱頭曬著 剛才走過天橋 過去如華路的時候 熱到爆 但是來到這裏 有風吹過來 又變得很舒服 那些書店沒有了 現在就是面前的一撒 變了兩檔賣衣服 前面是中標 旁邊是賣奶粉 賣老年奶粉 那些書店已經沒有了 好 我們由這裏開始 我們的北京路之旅 在我身後邊 就是財廳 省財廳 以我粗淺的 堪如學理知識 在廣州有三條路 一個就是北京路 由財廳一路去一路去 到北京南 天字碼頭 第二個就是喜爾路 喜爾路 又回到北京路 再來就是上次我們經過的 南越王墓 墓獨有偶 全部都是圍著南越王那些 這是他們的花園 不是墓地 在這條街上 如果說到最老自豪 那當然是太平沙和美利拳兵室 但是如果有最多人 大家看看 就是怎樣都可以 沒錯 對遊客是非常友善的 甚至乎 很有可能在他們的老家 湖南 長沙 可能吃過一次 他們來到廣州旅行 可能決定一定要打卡一次 是這樣的 我覺得不是一件壞事 正如如果我能夠 有機會去到美國 我無論如何都要吃一次老麥 差不多到你了 至於面前 就是我剛才跟老婆說 最老自豪的太平館西餐廳 來到中山路 我們排隊過馬路 正式進入北京路步行街 未過馬路都已經看到 超級超級多人 看來假日果然不同 北京路就是北京路 現在這個中數是差不多12點 超級多人的北京路 順便做到那些燈很漂亮 一邊轉一邊轉 不知我的視頻機能否拍到 再來前面這班人 正在拍銅像 老婆說笑 她說要為驗宣 我們當然知道不是 是看那個銅像 那個舊街 沒錯沒錯 你看這個 晚上來看很多 現在拍攝全部反光 晚上會打燈 現在算是 北京路走起身就是不同 因為那些店舖比冷氣夠厲害 吹出來就算我現在走這個位置 都OK 又不算太熱 感覺上北京路有很多人 因為通常旺都是旺在後面衛覆路 今天都OK 不錯 看上去大多數都是遊客居多 可能有在附近工作 本地客就真的少些 這個小朋友還在這裡被採訪中 挺鎮定 是吧 簡訊連感傳眼鏡也在這裡 在這裡賣眼鏡 背眼鏡 感傳 最老最好 應該也是 這裏好像是左單路 這裏就是周大福 好像旁邊才是左單路 這裏不是左單路 我不太記得 這裏以前是賣文具 好像是周大福 現在變成終於裝修完了 對面就是周六福和清宮 還有新華書店 很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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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回到萬福路 我們現在會去珠光路市場 買些小菜 主力是買海鮮 可能會買些生河 不過都是那一句 看見哪個店 哪個店買 不過大閘蟹最好沒有賣 在這裡繼續往前走 就是珠光路市場 哇 天氣超美 大閘蟹就不是時候 有看直播的觀眾應該知道 早幾天 我們不是去買大閘蟹 都是那一句 一分錢一分貨 大閘蟹就真的很厲害 但是裡面 很多都是水為多 肉就少些 我們終於來到市場 是真的硬了少少 不過賣海鮮當應該還有繼續 都是那句 珠光路市場附近 海鮮比較多選擇 價錢又便宜的地方 如果我們看到有些蔬菜便宜 都應該會買些 在實際情況 水果就真的未必 真的有很多菜當 他的老闆正在休息 不過還有些開 肯定有的 前面這座檔 還在開工 是的 有些很硬開 便中午做完 有些老闆可能很早出來便收貨 那便中午休息 我們應該想買些冬瓜回去 冬瓜 刺些冬瓜 刺些冬瓜 這兩個 我要小 大一個 幫我切兩根 三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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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瓜 今晚煲湯 新老闆還有開工 就是他這裏 買生蠔 一行一行 三十幾隻 我上次來已經留意過很久 全部都是十隻 有些五十塊一行 有些四十塊一行 已經開好了 我們決定看多一檔 其實好像還有一檔 就是這個位置 好像是 也是這樣 帶子 二十五元份 三十元份 OK 上次 那個太大了 其實帶子有時候太大不好熟 你不要蒸太熟 是 因為太大很容易蒸得過熟 可以 那三豪還是帶子 十隻 三元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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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份帶子 要份帶子 好 好 甚至付了圓盃 剪定起床 剪定起床 五元 都是有選擇的 給三十五 試試帶子 三十五 帶子 拍得到上次我們去 山縣市場那些 一樣是很划算 而且當時山縣市場 已經差不多收檔的價錢 好 帶子又買了 冬瓜又買齊 現在已經差不多一時 中午飯我們肯定不會吃 留下今晚吃 今天我們長假期 第二天的廣州本地之旅 也是時候結束了 各位觀眾 下集見 拜拜 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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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